包括新年区公所等四个公家机关单位 目前暂时搬迁到七张捷运站 共购大楼办公 每天多达1500名的插工民众 还有近500个员工 进出只能够仰赖两部小电梯还有楼梯 而民众忧心 万一发生紧急撞号时发生危险 因此在新北市朱立伦前往视察时 新安里里长黄建福就激动的提出陈情 新年区公所护震地震 与税圈计真处新店分处 因应新店行政生活园区都更案 暂时乔迁至新店七张捷运站共购宅办公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22日上午亲自出席乔迁茶会 会议刚结束 新店区新安里里长黄建福突然起身 态度激动的向朱市长陈情 他表示希望政府硬起来 干净解决与管委会之间的纠纷 玩给民众一个安全的洽工环境 我们每天除了上班远远进出跟洽工民众 加起来有1500人 当时我们只有两步的小电梯 两步的小电梯 没有这个楼梯可以走 今天市长来了很荣幸可以让你走 万一发生意外的话 大家死路一条 所以这个市长真的硬起来 真的硬起来 所以让我们这个楼梯真的可以逃生 新店区局长林桓源表示 目前每日查公民众约有1500人 员工人数有将近500人左右 都是仰赖两步电梯还有楼梯进出 考量逃生安全 因此希望管委会可以开放另一步紧急电梯 是有一步紧急用的电梯 这两步电梯外还有一步紧急用的电梯 我们是在跟管委会协调说 这步紧急用的电梯 万一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应该是要给这些脑落忽虏 跟行动不变的民众 来做疏散用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不要上手 也应该要考虑到整个一个公共安全 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跟管委会 还有台北检验局在沟通 继续在沟通在沟通在协调在协调 根据了解因为查公民众人数众多 为使出入动线顺差 因此要求大楼管委会 进空当初出租给业者的提提空间 而引发管委会不满 林黄元区长强调 目前已经积极与管委会进行协调 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记者成平在门期新店采访报道